10月16号 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 响起攻击警报 人们纷纷避难 火箭在夜空中 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爆炸声响彻整座城市 在当天早些时候的一次警报中 以色列总理 变塔尼亚胡和美国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 在一个掩体中短暂避难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